本来今天是 葡萄柚要回诊 然后素饭团要打预防诊 就临时出状况 健康报寿啦 还好摸在他腹部消下去了 就突然觉得不对劲了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菊先生前几辈子欠你很多 又给我错状况了 小三 所以变成今天也没办法 第三波的孩子也没办法打预防诊 就换这两个 本来健康也还没有打啦 只是他现在有问题状况 就是突然报寿 拍不清楚 光线问题 整个腹部消下去了 原本是浓泄核度刚刚好的 现在就报寿了 就是要带去看 精通的洗信 他原本就是喜欢在高的地方 在橱柜上 这是他的洗信 然后这几天 他突然会来到前面客厅 而且是在地毯上 那后来看到他那个柜子跳不上去了 那应该是体力问题还是怎么样的问题 所以 察觉到了 拎时赶快来通知医生 要换换这两个孩子去医院 那原本健康是很活泼的孩子 跳上跳下的 那现在也不跳了 所以 有猫的家长 很多都是来不及的 才送医院 不会像我这样子 突然发现了 马上 很多送到医院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你不是一个细心的家长 请你不要 饲养猫 你饲养狗就好了 常常看到送到医院都来不及的这一种 这一种 尤其猫是全世界最能忍痛的一个无命 一个动物 所以你要不好察觉 你要是狗 觉得他只要有一点不舒服 他会哄哄叫 可是猫不会 猫一定要到最后 像他这样子也不知道多久了 可是他之前就是完全正常 那有的家长会想说 像这样子 这样的孩子 那可能他只是下来休息 你要从前面去观察 他自己的生活动态 你才能抓到后面 他是怎么样了 像这个下 突然会在地毯上 就马上跟医生说 今天换健康 要随时警觉性很高 要对孩子够了解才有办法这样子注意到 这边是小三 这边是健康 健康今天也不用打 所以长生了 因为现在这一期的孩子们好像重口腔的疾病 他们健康他是可能因为之前搬家的因素都是免疫力的问题 然后造成他的牙龈破皮 要先治疗他的牙龈问题 然后小三是眼睛 眼睛那个他自己的毛 细毛掉进眼睛里面了 然后要吃药粉治疗 这样子两个今天就给我花掉两千六百块 预防针都没有打到就给我花掉两千六百块 还不包含坐这点车来回